今年的鸡蛋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然后鸡的价格也不高 100块钱买了5只下蛋的鸡 送了2只出去 然后剩下的就得到了3个软可蛋 用它来搭配丝瓜做好吃的 先将丝瓜去皮 这种短的丝瓜是我们这边本地的丝瓜 然后清洗干净去掉两头 先给它切成小段 再切成5毫米的厚块 然后切成条 再切成小丁 将切好的丝瓜丁放入碗中 加入一大勺的食盐 给它翻拌一下 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 然后再准备一点韭菜 清洗干净去掉头部 再切成小段 将切好的韭菜放入碗中备用 再将刚才的鸡蛋给拿出来 敲进碗里面 用筷子搅散 锅里热油 下入鸡蛋 用筷子不停地划穿 将鸡蛋炒散 盛出来备用 丝瓜已经出水了 然后将它放进纱布里面 挤干水分 然后将丝瓜倒进大碗中 加入韭菜 先加上一点香油 防止过早的出水 搅拌一下 然后再将鸡蛋加进来 再加入一小勺的虾皮 加入一点蚝油 加入胡椒粉 加一点点鸡粉 用筷子将它们搅拌 混合均匀 然后再准备一摞饺子皮 四到五个为主 用擀面杖 轻轻地两边擀 将它稍微擀薄一点 擀大一点 大小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打上馅料 太干的话旁边抹上一点水 像包包子一样 给它打上一整圈的折 然后整理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包好的包子 放进蒸笼里面 蒸笼里面要垫上油脂 没有油脂的话 刷上一层薄油 水开上笼 大火蒸十分钟 然后再来调一点料汁 往里面加入蒜末 生抽 香醋 再加上一点香油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加上一点辣椒油 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时间到 就可以关火 开盖了 薄皮 透亮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用筷子 轻轻地给它夹起来 能够看出来 里面全部都是汁水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石瓜非常的鲜嫩 打开一个看一下 哇 满满的汤汁 全部流出来了 沾上料汁 别提有多过瘾了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地试一下吧 感谢观看 我是阿月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